夏天到了,很多人会购买运动饮料,为跑步或者打球做准备 但实际上,今天市面上能买到的所谓运动饮料,十个里有八个是虚标的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为你仔细说说这里面的坑 我们知道运动饮料的作用就是补充运动中人体流失的成分 所以要了解运动饮料,我们先要关注一下人体在运动中会流失什么 首先是能量,这字不必多说呀,否则就不叫运动了 其次是水分,因为我们会流汗,汗水中95%到97%的成分都是水 最后是电解质跟微量元素,这些就是汗水中另外3%到5%的成分了 要补充能量很简单,加糖就可以了 要补充水分呢,更简单,加水就可以了 所以运动饮料跟普通饮料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三点,就是补充电解质和微量元素 别看这部分物质在质量上占比非常少,但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流了大量的汗,只是狂喝水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严重的时候,电解质失衡会导致昏迷和死亡 而电解质呢,主要成分是钠和钾 之所以不是任何饮料都能称自己为运动饮料 原因在于,运动饮料必须满足国标15266-2009 这份国标的要求,运动饮料的钠含量要在每升50到1200毫克之间 钾含量要求在每升50到250毫克之间 可溶性固形物在3%到8%之间 从这个指标上,我们就能预测运动饮料将会有以下两大特征 第一,功能差异很大 第二,效果好的那些比较难喝 我们先说功能差异大这一点 其实这里主要指的就是补充电解质这方面的功能差异会很大 这主要是因为国标给出的数值很宽泛 比如说钠要求每升50到1200毫克之间 这中间存在24倍的巨大差异 比如说为了补充钠的流失 A饮料喝一瓶就够了 而B饮料可能需要喝24瓶 你说这差异是不是很大呢 钾的范围稍小一些 但是也有5倍的差异 为什么国标上给出这么大的宽泛的差异呢 其实数值范围宽一点 有利于商业公司的发展 刚才说了 运动饮料的初衷就是补充人体流失的汗水和能量 能量靠吃糖就可以补充 糖呢并不难吃 但补充随汗水流失的成分 那种等效方法实际上最好就是喝下成分跟汗水类似的东西 喝下汗水啊 这想一想就让人觉得有点难 汗水其实不太好喝 哪怕是把汗水稀释好几倍 然后去掉汗水中尿酸之类的 对人体无用的成分 也不是很好喝 尤其是当糖和汗水混合之后 又甜又咸的味道就更是奇怪了 所以职业运动员为了高效补充运动损失而喝的那种专业的运动饮料 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喝完都会皱皱眉的 不过普通人的流汗量远达不到职业运动员比赛当中的程度 所以即便把钠和钾适量降低80%也还是有补充效果的 更关键的是当钾钠元素降低了之后 咸味就容易被糖的甜味掩盖住了 于是饮料也就不再那么难喝了 所以当你选购运动饮料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产品标签 而这里我们需要注意 尽管国标中要求运动饮料中必须含有钾和钾 但商品标签里并不要求标注钾 而只强制要求标注钾 而且通常是以每百毫升的方式标注的 比如说每一百毫升含有四十五克钾 这就相当于一升运动饮料里含有四百五十毫克钾 这个值正好落在国标五十到一千二 接近中间值的位置 补充效果应该是尚可的 如果核算完了发现 每升运动饮料的钾只有五十毫克 那种饮料的补充效果就非常弱了 它之所以这么做 可能就是为了挤身进运动饮料的行业 然后把产品卖出高价 钾的含量虽然不要求强制标出来 但如果你发现某一个运动饮料 它的标签中连钾的含量也标出来了 那其实就意味着它是更加专业的 总的来说 看标签是鉴别运动饮料档次高低 非常有用的一个办法 可能很多人忽略了刚刚国标中的第三条 叫做可溶性固形物在3%到8% 什么是可溶性固形物呢 其实就是指水分蒸发之后留下的物质的总和占饮料质量的比重 所以可溶性固形物既包含糖分 也包含了为了满足钾和钾的含量 而添加的氯化钾 柠檬酸钾 氯化钾 磷酸二氢钾等等物质 而从3%到8%这个比例 我们也能预测运动饮料的另外一个特征 那就是不会很甜 我们经常喝的那些非运动的甜饮料 比如说可乐 雪碧 芬达 如果他们添加的是玉米糖浆或者折糖的话 一般都是按照10%的比例添加的 而运动饮料要求所有的可溶性物质的总和在3%到8% 于是留给糖的比例最多也只有7%多一点点了 所以运动饮料肯定没有普通饮料那么甜 如果某个运动饮料是倾向于按照3%那个比例添加的 那味道就更淡了 像我们平时喝的饮料里 一些绿茶饮料会特地的把糖减拌 按照5%的浓度添加折糖或者玉米糖浆 所以运动饮料的甜度其实是更倾向于那种带甜味的绿茶的饮料的口感 运动饮料的国标出现在2000年 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更新到了现代的版本 其中修补了一个描述就是关于什么是运动饮料的概念 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营养素及含量能适应运动或体力活动人群的生理特点 能为机体补充水分电解质和能量可被迅速吸收的饮料 其中可被迅速吸收这个要求是后来专业的运动饮料里普遍出现了维生素C 维生素B1跟B2的原因 因为它们承担着促进糖和电解质吸收的功能 比如说维生素B1就是糖和氨基酸代谢的催化剂 有这些微量物质补充的效果会更好 此外2009年的版本还新增了一条禁令 就是不得添加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的禁用物质 当然这条跟我们普通人的关系并不大 以上就是从国标的角度对运动饮料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实际市场上的情况 这个就比国标要复杂太多了 首先大部分我们以为的运动饮料其实并不符合国标 比如什么什么牛或者卖什么什么这种饮料 如果我们在电商网站上使用运动饮料的关键词去搜索 它们都会出现在前排 但实际上它们并不符合运动饮料的国标 而电商平台上的标签上却有运动这样的关键字 当然这些饮料也并没有在包装上声称自己是运动饮料 但是在各种广告跟宣传中 总会把产品形象定位在运动上 再加上电商网站的分类跟搜索算法 不会精确的匹配国标 所以假如不去做功课 直接买运动饮料 大部分情况下买回来的就是这些饮料 要区分一款饮料是不是运动饮料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含不含钠和钾来区分 比如什么什么牛那种饮料最大的作用就是提神 因为其中它包含了牛黄酸和咖啡因 而这两种物质并不是在人体运动中会流失的 其次只要是大牌 在产品包装上都不敢乱标 只要我们在饮料屏上看到了运动饮料这四个字 那基本就是符合国标的 因为饮料行业的目标都是要做大 不是运动饮料 而去标注运动饮料的做法 如果只是电商网站文字描述不规范 被发现之后惩罚可能还不是很严重 而一旦在产品包装上乱标 那几百万瓶包装纸上的内容 今后就不能随意改动了 所以只要是正经品牌 敢在包装纸上印上了运动饮料的字样 那基本都是真的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 就是它本身是运动饮料 竟然没有在包装纸上标注 比如说宝矿力就是一个典型 这可能和它的营销策略有关 当然 尽管它在标签上做得很谦虚 但价格上并不谦虚 还是按照运动饮料的水准去卖的 再有 标签更专业 价格也会更高 对于职业运动员或者健身达人 那种消耗量巨大的人来说 他们选择的运动饮料往往也更专业 那种饮料 只从标签上就能看出不一样来 因为光是成分列表就有一大堆 包括 钠 钾 铭 钙 而且运动员往往还要在里面额外加一点食盐 因为大部分运动饮料考虑到口味跟销量的关系 并不会把钠加的很多 但那些高强度运动的人 钠流失的速度更快 有的时候单纯靠运动饮料是补不过来的 需要自己额外的加一些 最后 运动饮料其实只适合大量出汗的人 并不适合普通人 有人觉得运动饮料价格高 于是就更高级 其实不是 因为不流那么多汗 我们的身体就不需要那么多钠 一个人如果把运动饮料当水喝的话 一天就会多摄入一到两克的钠 而世界卫生组织 对一个人日常摄入的钠的建议值就是两克 这就相当于五克的食盐 比如说按照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中国人平均的钠摄入量已经超标了 已经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两倍了 这个时候再把运动饮料当水喝 钠的摄入量就相当于三倍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值 这种饮食习惯对肾脏的压力非常大 也是高血压产生的重要原因 所以没有大量运动就不要喝运动饮料 最后总结一下 运动饮料是一种特殊的饮料 跟普通饮料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补充了电解质 当前国内的运动饮料在标签上是规范的 但广告宣传跟售卖上还有混乱的地方 而运动饮料也只适合大量运动的人喝 如果没有大量运动大量出汗 不必喝运动饮料